台糖梅花肉片被驗出含有0.002ppm的瘦肉精 西布特羅 卫生局人員勒令業者全面下架 对此台糖紧急做出回应 台糖强调绝对没有使用收入基因 推测可能是在委托的性供公司 屠宰或分切的过程中遭到交叉污染 屏東县卫生局也派员前往性供公司查核 性供解释药物会残留在活体中 不可能因为屠宰或分切作业就植入肉品内 表示可能是在饲养端就出现漏洞 不过瘦肉精在我国是属于禁用药物 使人来首次出现大批含瘦肉精肉品流入市面 各县市卫生单位不敢大意 针对包括养猪场是否这个猪汁 还有饲料还有饲料添加物 这个三个方面 今天下午都已经完成抽检 预估晚上会查验出来 如果有这个不孝业者 那么违反的这个食安规定 会从中处罚 虽然目前这批含有西布特罗的 冷冻肉品已经下架 不过到底是那团结出了问题 卫生单位缤分多路抽查 检验结果预计在晚间就会出炉 没新闻总不懂